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伦伯朗的自画像 我们花了一整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 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会来给大家介绍 另一位贺兰的绘画一级 也是一流的绘画大师 就是维米尔 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维米尔非常著名的这一幅作品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以这幅作品为主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我首先看一下关于维米尔 维米尔这个画家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 甚至会觉得陌生 甚至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他 也许你曾经看过他的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但是对于这个画家的名字 你可能是比较陌生的 好 维米尔他有时候翻译也叫弗美尔 好 也叫弗美尔 那么维米尔他是一个风俗画家 那么什么叫风俗画家 风俗画家也就是他的绘画当中一定是有人物的 但是他是以人 那个人可能是在做一件事情 那么那个人物可能在看独信 然后他可能在或者说做家务等等 所以说这种画呢就叫做风俗画 那么维米尔是以画这种画像为主的 这样一位画家 所以说他的画作呢 等候我们看一下 他会常常有意把画的对象简化 处理为几何形 但因为我们还没有对比 等候一对比和之前的包括 贝尔尼尼 卡拉瓦乔 以及伦伯朗的作品 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作品的风格是非常明显 他的几何或者说简化 他的简化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说他不会直接像现代艺术家 把画面处理为几何形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他的那个简化在那个年代 在他当时的那个年代 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好 那么提到艺术的简化 我们看这一段话 他说艺术的提高 常有一个由简到繁 而又由繁到简的过程 他说经过繁而达到的简 是一种艺术上更高的境界 维米尔在这一点上显出了 独到的修养 好 这段话稍微解释一下 好 艺术的提高有一个由简到繁 那么由简到繁我们怎么理解 比方说原始人 我们最早的原始人的绘画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就是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 结果那个洞窟壁画里 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那个简笔画一样 就非常简单的线条的勾勒 那么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人们的这个绘画技巧还不高 就是这样的是一个艺术的 一个绘画的简单 好 然后我们的技巧呢 不断地成熟提高 然后到繁腐复杂 那么最后呢 比方我们到文艺复兮时期 那么达芬奇创立了一个 很精准的一个 依托于数学基础上的 这样的一个透视技法 然后把人的骨骼肌肉 可以描绘得非常的精准 描绘到画面上 所以这是一个艺术的技法 由简到凡的一个很真实的 或者说是一个真实表达 这样一个自然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提高 好 但是我们的技术 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又由凡到简 也就是说我不断地去炫耀我的技法 比方说贝尔尼尼 她的雕术的技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然后被那个鸡里的雕刻 然后对人体肌肤那样 相嵌性肌肤的 那个肌肉的那个质感的那种感觉 可以把它雕刻的简直是 以假乱争的地步 好 在这个程度上之后呢 我可以达到一个很复杂的 我拥有一个很复杂的绘画技巧 但是我不去炫耀技法 我用一个简化的 抽离的或者说简单的方式 来表达我所理解的这个世界 所以这就是后面一个由繁到繁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由繁而到繁 才是艺术上更高的一个修养的提升 也就是我拥有一个很成熟的 这个技法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但是我却不去炫耀我的技法 而是进行了一种抽象和提炼 好 那么具体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维米尔的作品里面 最著名的一幅 也就是这一幅 叫做戴珍珠的少女 也有的把它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好 我们看到这一幅画 刚才我们说到 它是一个艺术的由繁到繁 然后又由繁到繁的后一个抽象过程 我们看这幅画面 是不是显得非常的干净 它没有一点要表达 要去炫耀或者说这个机理 纸质感以及颜色的丰富和多样 完全没有 它好像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但是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很单纯 然后很纯净的这样一个世界的表达 然后我们看背景 背景基本上纯黑 基本上全黑的 然后它戴着头巾 头巾的布纹很朴实很简单 然后从颜色来说 可能基本上就是蓝色黄色和肌肤的颜色 以及衣服的也是黄色 然后再加上背景的黑色 所以这个画面的颜色很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说它的装饰品 它确实它带了一颗珍珠 可是这个珍珠呢 也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形状的 也不是那种我们说所谓巴洛克的 畸形的珍珠的那感觉 它就是一个很圆润的一颗大大的 一颗闪亮的珍珠而已 然后我们看女孩的脸 也非常干净 非常干净 包括它的妆容体现出来的 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一幅画作呢 在近年来啊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火 而且维米尔这个画家呢 他在他其实生前是默默无闻 刚才我们前面说到 因为在赫兰小画派时期 那么很多的画家呢 没有 他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提到 像文艺复兴啊 包括布尔尼尼啊 这个巴洛克这样的画家 就是真的属于那种大画家 然后大师级别的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绘画成了商品 走入市场 所以画家的职业 都已经比较低微 然后很多画家 其实生前根本没卖出多少画 维米尔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纯诗的维米尔的作品 可能只有30多幅 然后他跟伦布朗不能比 伦布朗光自画像都100多幅 而且伦布朗最后别人说 他是非常多产的画家 伦布朗一生大概花了 有600幅是他的作品 但是呢有一句话 有一句搞笑的话 也就是形容 因为伦布朗太有名了 所以很多人去模仿 伦布朗的画作 做假画 做赚品来卖 以此能获得暴力 结果呢就有一句话说 伦布朗一生画了600幅画 但其中有2000幅都在美国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是什么意思 实在是他的假冒作品太多 好但是呢维米尔 他一生只有30多幅画 他的作品并不多 也没有卖出多少 而且呢现在现存的30多幅呢 可能真正能够确保是他增绩的呢 好像还不足30幅 在我印象中 好那么在这幅作品呢 我们看一下啊 他维米尔是在他去世 大概一两百年以后 才通过一个法国学者 对维米尔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然后才发现了维米尔的伟大 然后他的画作呢才开始被人们知道 然后这是过去呢 我们在课堂上讲到了维米尔以后 是我们课堂上的一位同学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在学生论文里面 基础医学院的一位同学 然后他在他的论文 婉转情诗临谋一刻 然后在这里面 他专门为这一幅作品写了一首诗 然后我想练给大家听一下 非常美的一首诗啊 他说某个星期五的夜晚 温润无语 我遇见了你 因为我们那次课呢 是在周五的晚上上 他说你开放在画廊的尽头 静谧的 犹如一朵尘埃中的花 那清澈的回眸 略带忧郁的顾盼 穿透百年 却依稀如昨 你是谁家的女子 曾在谁的黑色的天空 画过一招闪电 留下永恒的印记 你经历过怎样的流浪 最后又在谁的怀里枯萎凋零 这一切都藏溺于 包裹你绣发的蓝丝绸里 无人得知 时光在你十八岁的面庞上 军裂 分散成细密的白银 那细密的白银啊 是岁月之沙 一如荡漾在你迷人耳机的珍珠 和那双忧怨而迷人的眼睛 绽放出黄昏里的光和暗雅的赏音 其实每次在我们同学的论文当中 能够读到这样的诗作 而且因为是绝对原创的 有同学们自己所写的诗作的时候 我都特别感动 让它可能比更多 可能名人啊伟人啊 来为他们写的这样的诗作 可能更能够打动我的心 好 然后这幅作品呢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能多次讲到 而且我会发现一个现象 在我们课堂上很多作品呢 让它放出来的时候 可能有的同学会喜欢这一幅 有的同学喜欢那一幅 或者每一幅作品呢 都可能有同学喜欢或者不喜欢 可是这幅作品 当我讲过以后我发现 它是一幅零差评作品 就在我们的课堂上 基本上是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好评 基本上可以达到百分百好评 非常非常的难得的一幅作品 而且这幅作品呢 被誉为这个世界上 就目前啊 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幅 不可以和莫拉丽莎相比较的一幅作品 后来我们有同学呢 甚至在论文当中写到 他说 我觉得因为这幅作品呢 被人被誉为北方的威纳斯 因为贺南在法国以北 对吧 被誉为北方的威纳斯 不 北方的莫拉丽莎 然后结果呢 那个同学在论文当中写到 他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反过来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这幅作品是更甚于 他看到莫拉丽莎的那幅作品 他说我觉得这幅作品应该 莫拉丽莎应该叫做北方的 南方的戴珍珠尔环的少女 而这幅呢 应该就是他自己 就是应该是他自己 所以关于这幅作品呢 在我们的课堂上 真的有太多的好评啊 然后还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有女生啊 好多的女生 都在论文里会写到 他说 当我在面对 这幅作品的时候 他说我不觉得 我就要用一个字来形容他 而且我觉得只有那个字可以形容 我对他的感受 那就是爱这个字 还有我真的就是爱上他 还有很多女生 而且是好几 在好几篇论文里面 都有同时有女生写到 就是我就是爱上了这个女孩 好那男生就更不用说了啊 我相信这个女孩可能成为了 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好我们下面再看 好这是我们把它 我找到的一幅细节图啊 这幅细节图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大家从细节上可以看到 他的脸部非常干净的 完全没有技法炫耀的 然后我们基本上 也看不到任何的笔触 当然我们在这里说 技法的话呢 不是说有笔触好 或者有没有笔触就不好 或者是 他其实没有好和不好 只是说在他不同的绘画的 表现技法里面 他都是一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但从这一幅来说呢 他的笔触是很干净 他很符合这个画作里面 那种非常干净纯净的 这样一种表达 好 然后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我觉得 其实在我们课堂上是这样的 这幅作品其实我没有讲太多 这幅作品 我觉得我在课堂上放出来的时候 我是会留给大概15分钟 给同学们自己讨论 然后呢会留大概30到40分钟的时间 再让大家来自己站到讲台来 每个同学去讲他们对他这一幅作品的感受 因为这幅作品其实我们不需要讲太多 没有太多的语言和评论 因为我们对画家不太清楚 然后画家为什么画他 我们也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人和画家的关系 我们也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人在画家 他的身边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地位 他是做什么的 我们其实一概不知 所以说呢我就写下了这一段话 我说其实这幅作品最适合的欣赏方式 也许是把介绍评论都忘记 然后放空自己处于幽静自在的空间 与画中女孩静静的无言的相对 也许有一些细微的感觉 显生起 也许就是这么静静的发呆 可能我觉得艺术史上 我们可能很难得 有那么几幅作品 真的是你可以很安静地去和他相处 和他对话 我觉得这一幅作品是绝对可以 让每个人都可以 可以去和他相对 好 然后在大概是我记得是2002还是2003年的时候 2002还是03年的时候 有一部影片 有一部影片和这个作品有关它的出现 好 等一会我们会看到这幅影片的介绍 然后这里有一段话是关于把伦伯朗和维米尔的对比 因为我们前面两堂课呢 我们讲到了伦伯朗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说伦伯朗的世界充满悲剧泪敛的情操 有着男性的阳刚和沉睡 而维米尔则非常女性 以女性的温婉幽静推开一上窗 其实我觉得我在选择这两个画家的作品为主 给大家来介绍的时候 作为贺兰小画派的介绍 其实不知不觉的这两个画家就浮现出来 然后我就很愿意安排这两位画家 来给大家做介绍 特别其实我在看到这段画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他们就好像是一阴一阳 好 伦伯朗是比较偏阳刚的 然后维米尔呢 就是以一个比较阴柔的 以女性的这一面的 来给大家的一个展示 其实挺有意思 好 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部影片 这部影片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 然后有好莱坞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演员 叫做约翰逊斯加利 然后由她来演了这一部影片 而且这部影片的名字就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就叫这个名字 然后她的装扮等等全部模仿了这个油画作品当中的这样一个呈现 但是呢 这里面的故事全部是虚构的 然后她虚构了一个画家呢 可能和她的妻子关系不是太好 然后可能这个女孩正好是他们家的女仆 好 当然我不剧透太多啊 剧透太多大家就没兴趣去看这部影片了 然后这部影片呢 当年就获得了好莱坞的是奥斯卡的最佳服饰奖 然后她的摄影 她的用光 完全这个还原了当时这个17世纪贺兰的人们这种生活状态 以及那种用品啊 日用这个这个在生活当中的用品 然后以及包括服饰等等 然后整个影片拍得很精致啊 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好 结果施加利因为她演了这部影片以后 就会有很多人把她和这个画中的这个珍珠耳环少女来对比 好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电影的剧照 海报啊 电影海报 好 那么当然呢 和这个女孩在对比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对比你可能觉得还好 结果一对比其实反差非常大 对不对 因为史加利实际上在好莱坞她是一个以她非常性感的一个女性出道的 然后身材也非常的好 所以说她其实从这个我们就看眼神吧 史加利的眼神里面其实你是可以读到很多 当然我相信这个演员因为在好莱坞出道 然后这个经历的这个演艺生涯的过程 她已经去经历很多人事的复杂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眼神是掩盖不了的 好 即使你的形象长得再接近 然后妆容再接近 但是呢 眼神没有办法掩饰 然后我们再来看原作中的眼神 好 对比以后就非常非常明显 好 你会觉得这个眼睛里面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是另一个角度的海报 另一个角度的海报 然后一对比 好 我们对比看一下 因为这部影片的出现 所以说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的对比呢 是很普遍啊 很普遍 然后在我们课堂上 在我们课堂上也经常同学们会把这两张图片拿来对比 但是呢 结果很明显啊 结果很明显的 好 然后呢 我上网收了一下 最近几年啊 然后利用这一幅作品的 或者说是装扮形态 然后有非常多的 包括从油画到动漫等等 有很多啊 模仿它的作品 其实动漫作品呢 怎么模仿呢 都还好 都会让我们觉得 反正就是一种可爱吧 这种可爱的表达 好 可是呢 人物的模仿就不一样了 而且人物的模仿其实是很容易让人诟病的 好 我们先看几幅 好 我们先看几幅 好 这是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下 当然也有搞笑版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滑稽 是搞笑版的 然后呢 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都有很多对于这一幅作品的模仿 好 这个应该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一位女明星啊 女明星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反正这几幅呢 都是我在网上收到的 好 这几幅都是网上收到的 但是对比以后 好 我们再看一下原作 我们再看看原作 所以这里我写了一句话 我说它可以被模仿 但无法被超越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实际上我过去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每次我只要讲到不同的艺术流派 或者说不同的风格时期的时候 我其实从我自己的妆容打扮到我的穿衣服 我都会找一点元素和那个画作去找一点联系 比方说讲歌特的时候我会穿蕾丝 或者是黑色的衣服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还有一个在国外的那个 一个歌特教堂的那个旁边纪念品买到的一个 就是用彩色玻璃窗 类似于彩色玻璃窗镶嵌的那个耳环 然后后来又很长一段时间 我每次讲歌特我就会戴那个耳环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讲课 我很喜欢有一个元素和我的讲的那个相匹配 但是呢 每次只要讲这个戴珍珠耳环 那少女的时候啊 其实我是绝对不戴珍珠耳环啊 其实我平时生活中 我有很多的珍珠耳环 但是只要是讲这一刻 我绝对不戴珍珠耳环 就是你绝对不要去跟她靠近 你绝对不要去跟她去模仿 然后那个模仿是绝对是败笔 绝对是败笔 这两张图片我找到的是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谁啊 当然这一定是一个PS作品对不对 是梵高的自画像是不是啊 好 他们把梵高和这位珍珠耳环少女 把他们PS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说这是史上呼声 最高呼声的在一起 然后他们都希望这两个人是可以在一起 因为我们知道梵高因为他一生呢 饱受这个精神的情绪的折磨 然后梵高的人际关系不是太好 但他终生未婚 然后梵高曾经的几段恋情呢 都以这个就是失败而告终 所以大家对梵高呢 是充满了同情和恋爱 然后我们大家都希望 他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或者好的这个情感的 有一个好的这个女人 是可以陪伴给他的 好 然后我们后来就在艺术史上 找着找着 觉得只有这一位少女 只有她可以和梵高 值得适合在一起 所以就有好几幅这样的PS 好几幅PS 所以我把它叫做史上最高呼声的在一起 好 然后后来我在说这个图片的时候 还很有意思的是 我居然找到这一幅 然后我们看到梵高 然后我们也看到珍珠瓦环的少女 然后我们看到 他们还真的结婚生子了 然后这当然是广大这个艺术史爱好者的 这样的一个美好心愿 所以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感叹 其实也有很多感动 也有很多感动 然后有一张很有意思 还有这一张 这一张 好 我站在这边来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一张绝对也是PS 还是梵高和珍珠瓦环少女在一起 可是你会看到他们表情有点怪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遇到了谁 遇到了摩拉丽莎 然后他们有一天在街上遇到摩拉丽莎的时候 梵高也会回头 被摩拉丽莎的美所吸引 结果当梵高回头看的时候 珍珠瓦环少女她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然后你会看到这三个人在一起 然后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 一个奇怪的组合 很有意思 然后当然这样一些搞笑图片呢 也是这样的一些艺术爱好者们 当然也是会心一笑 就是会心一笑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所介绍的关于这个 这个戴珍珠瓦环的少女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因为前两节课呢 我们讲的是伦布朗 前两节课我们讲的伦布朗 好 然后在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些作品里面看一下 因为我们讲的是赫兰小画派 那么所以在赫兰小画派里 那么所以在赫兰小画派里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画家 因为我们说赫兰小画派的题材小 那么除了肖像画 风俗画 然后呢 还有近物画 比方说希达的近物画 其实我们这里看希达的近物画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逼真 如果我说它是一幅摄影作品 我说它是照片 你会觉得很真实 真的就像照片一样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还有流行的风景画 风景画里面呢 以这个赫兰马的林荫道最为著名 林荫道 大家看典型的一幅 新典透视的一幅 非常温馨的作品 然后我就以前在课堂上 专门讲到这幅作品以后 很多同学 因为特别是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同学 他们都会把这幅作品形容成一幅 就是可以让他感受到回家的路的 这样一幅作品 因为红龙同学会觉得 在他中小学的时候 他每天放学回家 那条乡村小道就跟这是一模一样 然后当他回去的路上 可能还有爷爷奶奶 或者爸妈妈在路边接他 就跟这样的 这种乡村风景非常非常相似 所以曾经也有一位同学 写过一首叫做 林荫道 让我跟着你一起回家 就是一幅可以让人 就是好像在人的那个心灵 可以找到一个港湾 特别是我们红龙同学 因为在大学生活了两年 三年 四年 在我们的选秀课上 也有大师的同学 然后当他在城市生活了 这么多年以后 然后他回想起自己童年 曾经的这种乡村的生活 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好 所以这样一些作品呢 他们其实真的是 在赫兰小画派里 你会觉得题材很小 确实尺寸也很小 但是他体现的就是 小人物的生活 小人物 普通人的 平凡人的生活 所以这里呢 我写了几句话 我们说赫兰小画派 最平凡的民众 成为绘画的主体 画布上他们卑微着 活着 抗争着 闪亮着 让我们看到生命中 平凡与深层的力量 可能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更接近 然后在朴素中看到生活 在平凡中看到伟大 在人 近物 与风景中 我们看到 此心 暗处 是他们构成了 赫兰的 黄金时代 为什么我这里写到 黄金时代 因为其实赫兰小画派呢 在美术史上 还有一个名字 就叫做 赫兰的黄金时代 但是我每次在讲 赫兰小画派 这个画派的时候 我更愿意把它叫做 小画派 更愿意叫小画派 而不叫做黄金时代 因为黄金时代 其实它有一个 你会 你以为它就觉得很辉煌 很伟大 很宏大 其实它不是 它是有平凡 然后有普通 有进物 有很小的这些主题 组成了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 黄金的伟大 黄金时代的伟大 所以说我更愿意 把这个流派呢 叫做赫兰小画派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今天呢 我们就花了三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冲过 伦伯朗 维米尔 以及其他的一些画作呢 让大家大致对 赫兰小画派呢 有了一定的了解 下一堂课呢 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 因为我们这讲的是17世纪 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去到 18世纪的欧洲 那么18世纪的欧洲呢 它的艺术中心 就转移到了法国 所以后面呢 我们会讲的是 18世纪的法国美术 好 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